台中市消防局表示,早上5点25分接获报案指出位于东区建新街大致市场一楼炸甜不辣的食品加工店 听到爆炸声后起火,有民众受伤和受困三楼 消防局于是调派各式消防车14辆,仅一销48人前往灌旧 东英分队长陈欣怡表示,火势不大,但是因为气暴造成楼上民众受困 因为他气暴的关系造成他楼梯跟大门的那个通道逐渍,所以他无法出来 这场火事迅速20分钟内扑灭,三名男员工其中官性、污性两人伤势严重 烧烫伤面积达51%,送中国副医急救观察 另一名男性员工烧烫伤面积20%,送大庆医院 财务损失约10万元,起火原因消防局火调客还在调查厘清当中 尽管记者梁轩台中市报道